施来福老师一生致力于美术教育 县内拥有许多学生 此次施有连展邀请县内许多大师一起展出画作 县内许多长官贵宾都一同出席 老师表示 希望将南投的美丽山水 藉由画作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到南投来欣赏美丽风光 这次的展览啊 最重要的 是我心目中的想法 就是要将我们 台湾包括我们南投县的一个好山好水 能够啦 向外啦 介绍出去 让大家来因为我的画作 能够来我们啦 参观我们整个南投县的 整个各个地方的 这个美景 国际市值总会国际理事江达龙表示 此次因缘际会得知 大师要义卖画作作为慈善基金 一不容只收藏大师杰作 也希望自己的微薄之力 可以帮助更多人 借此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让更多人关心艺文活动 他们预计要把这幅画 艺麦以后 把这些款项拿来 协助犯罪被害人 保护协会的时候的话 我更觉得非常有意义 我觉得今天来参加这个画展 同时做了一点小小的捐赠 配合做一点公益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议员简锦贤表示 感谢江理事的善举 希望可以借此让更多人士 关心县内艺术发展 也希望借此鼓舞更多艺术工作者 创作更多美好的作品 特别要感谢江达龙 江国际理事 他抛砖引玉 他要来收藏这幅 由七位大师联合精心制作的图画 他会创出10万块 10万块来抛砖引玉 他会对着我们整个美术界 以及各位大师很大的鼓舞 我相信会更多人 有办法创作是更好 更漂亮的节奏 县府积极打造文艺大县 让县内不仅拥有美好风光 更有文化涵养 希望相关单位能注重艺文教育的发展 让艺文教育工作者 能在县内有更好的创作空间 明日新闻杨志凯南投采访报导